计划于今年的6到8月间 则机发射的神舟10号飞船 昨天下午设立的运笛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 开始进行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飞船的进场标志着天宫1号 和神舟10号载人飞行任务全面展开 据介绍 神舟10号飞船等飞行产品 已按技术流程完成了研制总装 和出场前测试工作 质量受控功能性能满足要求 用于发射神舟10号飞船的 长征2号F-10火箭 也在按计划进行出场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 此前针对天宫1号与神舟10号 载人飞行任务的特点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从提高参试设备安全性 可靠性入手 又针对性地开展了 总体技术准备和岗位训练 完成了任务设施设备的检修检测 培训考核了各岗位人员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 各项准备工作正案计划有序进行 按计划 神舟10号将在6月到8月之间 择机发射 升空后飞船将完成一系列任务 成为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这期间 它将和天宫1号实施 载人空间交汇对接 开展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 首次应用性飞行 在飞行试验上 仍然会有飞船和天宫1号的 组合体飞行 自动和手控交汇对接等内容 并增加绕飞等一些新的实验 重点是解决空间站建造中的 这些关键技术 通过天宫1号的飞行 来发现解决验证 在空间站建造和运营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当前的一个重点 所以神舟10号的飞行任务 是一个成前起后的任务 目前天宫1号目标飞行器 载轨运行状态良好 工作正常 具备执行任务条件 正在等待神舟10号的到来 如果神舟10号任务各项试验顺利 将意味着我国载人天地 往返的运输系统已经建成 未来中国载人航天 将进入空间站时代 冷冻的运输系理